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都不容易 我们都是第一次 然后做出来的 我也觉得很不可思议 我想做的是 我们做到了 第六届冀州安高中校滩竞赛 青春驻字行 当中最具地方传承 与社区营造精神的在地关怀奖 分别由新北市立 丹凤高级中学拿下优胜 国立台南第一高级中学 拿下佳作 从第一届就赞助至今的新一房屋 鼓励青年学子 在手机当道 资讯破碎的时代 能用文学 关心自己的家乡与环境 更显珍贵 因为我自己在制作的时候 我是制作这个 男星庄走读记 他是亲自走访 男星庄这个地方 然后认识地方的一些文化 产业 然后还有一些居住的房屋 从校园出发 聚拢地方亮点 带领读者就像亲身 走访了一趟美好家园 而令亦荣获新一房屋 在地关怀奖佳作的台南一中 发掘没人听过的家乡浮沉玄妙故事 用文字力量传承家乡传说 基本上除了三大旗案之外 其他的资料收集会是比较麻烦 我们可能就会去问当地的旗老 或者是他们住家附近 可能一些长辈他们小时候 或他们成长历程中有没有听到哪些都市这样子 很感谢信义房屋 他们在这次的集中间竞赛 提供了这次的奖项 感谢他们提供这个机会 那我们也有这个动力 继续去升约滑雪台南 支持增设信义房屋在地关怀奖的初衷 来自于创办人周仙燕的价值礼礼 从社区家到地方创生领域 青年的力量不可或缺 支持高中校刊与文字关怀家乡 也是培育地方创生的潜力种子 致力于信义人到信义社会的永续愿景 执行19年的社区一家计划 关怀在地精神 更是与百年古蹟冀州安相符 多元面向的社区营造计划 不只要让全民参与 投入校刊奖的赞助 更让在地青年从青春时代就扎下根基 记录家乡市传递在地文化 不只感动评审 也让冀州安文玄森林馆长期许 这样的活动一定要继续办下去 年纪轻但是志气大理想高 这是我这一次对各位的一个期待也称许 在这六届中还好重视 总是有一些评审 还有心意房屋 文化局陪伴着我们 欣欣学子书写一篇又一篇的文章 从地方文史 人文教育 到环境保护 弱势关怀 冀州安校刊奖让世界读者看见 台湾学生的创作与文化底蕴 有着连结社会脉动的大力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